皇家加納比旗下郵輪 一個船員檢測呈陽性 懷疑是復洋個案 郵輪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由9月30日至10月21日 在船上逗留超過2小時的人要強制檢測 原定今晚7時出發的公海郵就要取消 大批旅客下午4時起滯留在碼頭 到晚上10時陸續離開 譚曉彤報道 這些旅客由下午4時完成登船手續後 就滯留在啟德郵輪碼頭 好,好,歐陽歐陽,歐陽,麻煩 OK 我最喜歡吃餅乾 我們很慘,在這裡吃餅乾 職員派零食做晚餐 有人等到沒 索性坐在行李箱上開桌打麻雀 他們參加了皇家加納比郵輪 海洋光舖號的三晚公海遊 這艘郵輪上個星期四才初次啟航 船員定7時出發 但一直泊在碼頭 見到有乘客在船頭甲板 由港島望過去 部分客房著了燈 船公司說船員星期四進行例行檢測 其中一個人初步陽性 沒有病徵,已經即時隔離 由船上醫療團隊監測情況 強調1250個船員已經打齊兩針 根據政府防疫規定 打了針的船員 必須每兩個星期做一次檢測 旅客制留超過6個小時 晚上10點陸續離開碼頭 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都要散水 大約是3點半就check in 然後4點鐘就上船 然後就已經拿到房間了 4點半左右拿到房間 一路等等等到5點多鐘 然後就去主餐廳吃晚餐 那都很開心,我都開了幾瓶酒吃飯 在那等等等,為何還未開船 覺得很奇怪 為何覺得意外 因為他之前走了兩個旅程都沒問題 而且都看見他做得挺謹慎 不過想不到有船員會中了 船公司說會全額退回船票費用 港口稅費給他們 亦會有交通費補貼等 有線電視記者談天同報道